VT是三個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對吧 基本上沒有 VT指的就是 這邊是T 這邊是V 然後我們把VT 然後把 然後其實中間那個排名 那我剛剛都剩下V了 其實我聽不懂 有沒有 是小嗎 有沒有 你可以再講一次 還有人知道他講 你講了 你講的好嗨 你講的好嗨 可是我聽不懂 什麼是VT-T VT VT他跟講說 VT是有距離 就代表他剛才幾天 所以他也有距離 他不要問時間 所以他就沒有要問時間 所以他就只要問距離 這裡沒有距離 距離就是距離 V數 V數 要問數中 好 請回去 慢慢想一下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假設 我這個 我這個目的在T0幾天的時候 好 我們國小 因為他國中 有個很大的差異 用很多開始 要慢慢的 用文字來表示一個數字 我沒辦法一直用數字 來表示數字 只是我們會用文字 來表示數字 文字方滿英文的文字 T0 表示剛開始的時間 到T1 T1 表示後面 即時結束那個時間 所以假設訓練 從那邊開始跑 那就是點的時間 計時開始 才是T0 好 這邊結束了 這要T1時間 好 那我們有個馬表 馬表就可以從0開始計時 對 馬表歸0 計時開始 所以T0會是0 對不對 通常T0是0 然後到那個跑路結束 那要T1 還是3秒鐘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沒有馬表 這時候怎麼辦 你剛剛說手錶 你看秒針到10開始計時 對不對 可以秒針到10開始計時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T0一定會是10 對不對 那我們要選同在跑那邊 所以我變成T1等於3 對不對 可以嗎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T1跟T0就是概念 什麼都在計時 什麼都在計時 什麼都先結束 好了 這邊是S S是什麼 S是位置 是它位置 所以假設呢 T0的時間 我看到學聯的位置在這邊 這是S0 做義S0 好 結果T1時間到了之後 我發現說學聯跑到了 這裡 這就是S1 它是從這個點 跑到這個點 就幾何圖形成 這是坐標 走上來看 坐標 坐上來看 然後從這個點跑這個點 但是它所走的距離是哪裡 所走的距離 所走的距離 從哪裡到哪裡 就是從那個 哪個 就是 從T0到T0 所走的距離 不是手走的距離 所走的距離 所以它所走的距離 所以它所走的距離 假設我告訴你 S0是2公尺 S1等於是2公尺 所以它走幾公尺 走10公尺 就是這樣子 對吧 這沒有問題 它花了幾秒鐘呢 它花了3秒鐘 它花了3秒鐘 走了10公尺 所以它的數字是多少 3分30 多少 數字是多少 3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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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10公尺 對吧 所以單位是 M4S 它的數字是這樣的 這數字是怎麼來的 誰算誰 誰距離誰 10 10是什麼 Delta S乘以Delta T OK 非常好 先拿S乘以Delta T 表示距離 位置差 位差是它走走的距離 位置的差 减 處理時間的差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呢 寫說 S1-S0 處理T1-T0 OK OK 這就是我們講的 速度的關係 速度跟距離 速度跟位置 還有速度跟時間的關係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速度 你必須知道 開始的時間 結束的時間 還有 開始的位置 跟結束的位置 對 你這些數據都有的話 你就能知道說 它在這個時間之內 它的速度是多少 好 請問一下 這個速度的意義是說 它在這個時間之內 每一個點子 走走的 速度都一樣嗎 好 其實摔滑是怎麼害的 你在說什麼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脫光 在旁邊的角度 你覺得摔死人 就是男孩子 這邊又摔死了 那看起來要摔死 他們就摔死了 好 這個懂嗎 這懂 這怎麼來了 就是 多少票 多少公尺 對啊 啊 多少公尺 怎麼來的 多少公尺 就是它走的第一 怎麼來的 從這上面的題目上怎麼來的 一點到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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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是我講的是10 10公尺 10公尺怎麼來的 10公尺就是12.2 12.2對不對 10是x1 x0 這樣不行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 3怎麼來的 時間啊 時間 這一個 時間 來就是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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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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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手DELTA 你很差 沒有辦法 DELTA是那個 是插屁的意思 我這樣開玩笑 是插屁的意思 學弟 我可以放廣神了 到目前為止OK嗎 他不都學過了嗎 學會再課一套 我以前都看了三個月 那就是現在上 所以說 這樣算下來的東西 我們說這東西叫速度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一不一樣 跟剛剛一樣 所以剛剛沒聽懂現在聽懂了 OK 非常好 我們在觀察上面講的事情 假設 我一樣是從S0到S1 我如果時間花得非常短 我只有一點點的時間 你看時間是變懂 我就到了 所以我的看起來這條線路面 這樣呢 是不是很懂 是不是很懂 是不是感覺 當你這個很小的時候 這個差距很小的時候 這個V會怎麼樣 很大還是很小 V會很大還是很小 很大 對啊 那這樣哪有聽懂 你覺得他長的一些很不現的 我看不懂的話 我說 假設有一個人 他從S0到S1 是花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到這裡 有一個人 他花S1不斷就到這裡 到什麼的位置 比如說他從S0到S1 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花這麼多的時間 他走到這裡 另外一個人 他花S1不斷的時間 從S1到S1不斷的時間 看到這裡 誰比較快 現在是S1不斷 S1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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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T0 這叫T1PLAM T1PLAM 那一筆叫PLAM T1PLAM T1PLAM 他時間很短 他會用PLAM PLAM就是 代表他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 跟T1有個T一樣 有點差異 弄PLAM的概念 有一個人 學聯 從T0到T1的時間 他走這個距離 對 融軒 用T0到T1PLAM的時間 就從這裡到這邊 誰花的時間比較短 融軒的時間比較短 融軒的時間比較短 這個Delta Delta T PLAM 等於Delta 等於T1PLAM 等於T0 可以接受吧 這是把 剛剛所講的中文轉換成 符號 對吧 這個時間是比較短的 學聯是 Delta T等 T1 -T0 對不對 差別在這裡 T1等 T0 中間是 T1PLAM -T0 這個比較小 這個比較大 所以換算出來的結果 誰的速度比較快 融軒的速度比較快 融軒的速度比較快 因為這個比較小嘛 所以它的T會比較快 所以 假如融軒的速度B M 等於 Delta S 除以Delta T1 選擇的是 Delta S 就是Delta T 對吧 Delta S都一樣 但是分數比較小 對不對 融軒的Delta S比較小 Delta T比較小 融軒的速度比較小 所以融軒的B PLAM 選擇的B 它的大 合理吧 這是數學 分數越小 整個分支的值越大 這樣可以聽懂嗎 好 好 所以你看出來 速度越大了 在這個ST圖上 看起來比較怎麼樣 比較抖 比較趨勁垂直 對 比較趨勁垂直 對不對 我們也講過了 有沒有可能看那個東西是垂直的 在BST圖上是垂直的 為什麼 我們造成腰狗 直接是不會跑而已 一定一直會跑 不是 不能這樣可信 我剛剛說 我再換一件不能要寫什麼 加低 不是 我們應該是說 學說 你知道我可以 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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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前 從前 非常好 子龍講得非常好 講得非常好 所以加低一點 好的 子龍說 講這條 懸直線 像他那個懸直線 有一個人在ST 他出現那條懸直線 他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竟然就用在任何地方 這什麼情侶會發生 有一個人 只有那個 瞬間移動 有 你看趕快看過 柏惟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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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 瞬間變成100個人 對吧 包括時間點 你看看 他那邊有這邊有這邊有這邊有 每個點上都有他 是不是 對吧 有刺激 可能出現嗎 可能啊 怎麼出現 我弄一個數字的 然後在那邊 複製人是你嗎 是啊 複製人是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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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複製人但不是你啊 複製人是靈造裝 靈造裝 所以 你手舉起來 他根本就舉起來 也 應該是沒有人死的 對啊 當我想把手舉起來的時候 還可以 不是有獨立釋放能力 有啊 對啊 可是重能症 當我這個時候想要上正座 他正座就會想上正座 我任何時候想要上正座 不會啊 當然不會啊 會吧 不會啊 他當然不然要考慮我 也不是電影啊 他就是這樣子 電了一開始就一群人 他住在一個很像雕寶裡面 然後那個裡面的新聞廣播 外面的世界 是經過這個外面 神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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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學員說是故事 所以他們 就是外面的人 然後人家很有情 然後就發起別人的東西 然後就拿來做人 跟別人的黑暗器 然後就 他們想要肝臟 然後就 就 複製一個人 然後養他們 然後只要他人家的肝臟 譬如說他肝臟在摔跌的時候 就拿他的肝臟來 那個就很願意把他看上去 我可能看他人是不是也平衡 我覺得他們會用 他被平衡嗎 就是說 沒頭重的 你要到神秘寶去 入假 然後 然後就送去樓上營業 然後就被 OK 他實在是 你在這個雕寶裡面 他在說 外面的世界 已經經過這個什麼 或者大戰 已經這個 旅途人 旅途人 對 那個什麼 雕寶記 雕寶記 我算是雕寶記 但是神秘寶記的意思 我們先把這個 你住在這個島裡面 你住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獨立的空間 在地上 剩下 歐一的聖子 對 外面都是已經是 外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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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就說 哇 今年很高興 榮軒抽到了 第一特獎 我們可以送你去 某個很漂亮的神秘島 你要通過這外面 很危險的場所 而且距離很遠 所以你必須先 進入一個東冥神秘 它是不是外星球的地方 你要先進入東冥神秘 它先把你打 再把你東冥 然後 因為它是一個更好的地方 每個都是縮小難去 去了就不會回來 因為它是更好的地方 就不用回來 因為這路線太遠 去了就回不來 所以你的父母就會跟你祝福 哇 你太好了 去偷偷講 有父母親這個東西 對 有父母親 朋友 你有好朋友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說 我們這邊已經沒有 所有的父母親的概念了 對不對 只有人造胚胎 因為我們的世界已經進到 有人在胚胎的環境 所以人都是 沒有 它沒有問題 是你進成小孩 沒有我們 那有沒有小孩 有沒有小孩 都沒有小孩 一天小孩 我們現在有一個東西 叫做 拿來當人工的那個 對啊 它已經有胚胎 所以它在告訴它怎麼來的 它說這個環境不是用 原始的生活方式 對它沒有跟那些 那些固執的人這樣 OK 假設有的話 他們就告訴它 我一定會這樣告訴它 不然它怎麼知道它怎麼來的 所以你有看完這一遍 我看過兩遍 我看過兩遍 但是我想 他們都沒有講 裡面的人也會好奇 為什麼來的 而且裡面有小孩 因為你還是有新的父子人 新的父子人 新的父子人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生命 是有一個 我看到有一個人 那我生完小孩 我給你找 蛤 有一個人生完小孩 都會被殺 那是生完小孩 但是我說 今天外面的世界 就有一天我變得有錢 我說欸 不好意思 我開始為我自己的未來做 你不是說他是外面的喔 不是不是 你媽媽附近一個修飲 好 在這個世界裡面 在這個新的這個雕寶裡面 他就要附近一個修飲 對啊 附近外修飲就跟我一樣老嗎 對 當然不是啊 不是一樣嗎 不會啊 我記得那時候看了 他小時候 一樣 中人跟那個一樣的 沒有沒有 他出來他剛剛是比較老 他逃出去那個 回到他的家 他看到那個是一樣老 然後大概二十歲到三十歲 就是複製齁 複製齁 複製人喔 你們他可能對複製的概念就是不清楚 複製人怎麼做 複製人就是發膩的那個什麼基因 那種多的人 然後再填出來的人 他也是膠質的 對他就是 他講的太純透了 他就是把你體細胞 體細胞的細胞殼 放到一個 受精卵 把受精卵的細胞給拿掉 把這細胞殼塞進去 但是譬如說這細胞殼 這個受精卵開始分裂 開始成長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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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小孩 變成一個嬰兒 這個嬰兒跟你的肌一模一樣 這是你的複製人 可是他不會複製人 跟學人一樣 變成這樣十五次 這樣十五次 不可能啊 對不對 不可能啊 他也是要經過十十五年 常常跟你一樣 可是我知道他不是受精會減半 他可能有受精的問題 像目前還沒有很清楚這個問題 現在複製 複製人 像那個陶莉啊 到現在死掉沒有 都不知道 沒有了 那我怕他掛掉的時候 都把它複製也就好啊 但是複製人 複製人有沒有覺得 人的記憶 有 沒有 沒有啊 你的記憶正在哪裡 大腦 人的大腦啊 那個細胞 我的皮膚細胞 出了一個細胞出來 你就乾燥 他也沒有我現在的記憶 他會跟我一樣聰明 應該有可能發育出跟我一樣聰明的大馬 應該有可能發育出跟我一樣聰明的大馬 但是他有沒有現在的記憶 沒有啊 他沒有現在的記憶啊 對不對 不要掛給他 聰明的大馬 所以說他必須給這些複製人 有一個想像空間 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必須給他一個故事 原來故事就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取消原來的生殖方式 你們在裡面不能自己隨便珍藏 都破壞我們的基因 所以所有的珍藏都必須靠胚胎培養 這胚胎是誰的胚胎 是外面世界那個人 他需要一個器官嗎 那個人胚胎他進來培養 培養完之後 同學你今天得到樂透了 你可以出國了 你可以去外星球了 你可以去過更好的世界 他要什麼樣子 他都很開心的接到我朋友的祝福 喝完酒之後 進到這個實驗室裡面就被動員了 他實在地下媽講 是送到二樓去接割掉 我覺得是四樓 四樓 可以讓他很重要嗎 其實是八樓 其實是八樓 很重要嗎 很重要嗎 還在送樓上去接割掉 把乾蛋趕快送給外面那個世界的樓 通過你會想法 是有護身殺掉 不是 我在外面的人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 我只知道有些公司 他說他可以幫我培養我的器官 他也不知道公司怎麼運作的 那個 趙公我跟你講 你現在都扭血了 你要好好把你的器官 你的臉小毛 你的肺子 你覺得早來跟你一樣 第二那個 沒關係你叫什麼公司 我可以幫你培養 你覺得他沒有任何思想 whatever 他真的在講 不是啦 這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那種重要 我一直告訴你 不是這很重要啊 這也是越來越重要 但是我會覺得說 他如果講清楚 你可能是捨不得 你可能做不下去 事實上這東西 這公司也會被爆掉 是因為 我當然知道 原來裡面 根本是做一些不能道的事情 裡面的人就是活生的根本 對啊 這家公司就被爆掉了 那我今天如果告訴你說 我今天是這麼無能道的 就像這個人是長出了 他沒有大腦 你想像他怎麼長 他沒有大腦 我們去追捕別人 知道了 他那個時候就看了 他不用啊 不是 他在黑菜的時候 我就放到大腦 有可能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很難啊 所以我可以幫你說 事實上沒有大腦 你要讓他成長 不容易啊 你要知道 常常沒有大腦 他可以成長 因為我們大腦 你不是需要倒下水肌嗎 對 不止 我們說的內分屁 都跟大腦有關 所以那個大腦基本上 你不會揮密 正常內分屁 你就不會正常成長 你不會正常成長 就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那個 如果電影這樣演的話 他電影是不合理的 那他 一定有很多可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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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可能 所以他一定不會這樣 可以想辦法複製你的器官 喔 複製你的器官 或是可以找乾淨 幫我複製你的器官 那你就相信你有錢嘛 你錢給我啊 我就幫你複製 可是在我後面說 其實我是複製歲月 跟你一模一樣的人 對 所以當那個人 逃出去 看到他的 他 真實事件的那個人說 真實事件的那個人說 真實事件的那個人 下一個人說 你怎麼會長得跟我這麼像 他後來那個人被殺掉 因為他是取代他的身份 你說這個 老奴 就是 因為他生病啦 他需要接受器官移植 等一下 因為他耳朵會給你緊 我忘記了 不行 他那時候就跑去拿 但是他把他殺掉 就是他取代他的身份 因為他身份 他連指紋什麼都一模一樣 所以他取代他的身份 可是他身上有一個印記啊 所以代表都當印記 有嗎 他不當印記 有印記的 對 為什麼把他殺掉 因為他取代他的身份 因為他取代他的身份 你忍責一下 對 他取代他的身份 他不取代 他沒有把他殺掉 那種取代他的身份 他不在來 他不在來好好生活這樣 不行啊 而且那個人是讓你快死 他已經需要器官移植 他已經快死 對 這樣 那個人你說 我不行 我不管 你要把器官給我 我要等到你器官可以補一下 我要不要等到你器官 對 應該自己殺掉 應該好靠的 好 所以 其實不會自己殺掉 所以是不可能 就在同時間 存在在任何地方的 事情發生 所謂的人 好 所以 我剛剛在講 我照額都好大 好啦 所以呢 假設 假設 有一個人呢 他從P10的時間 到P10的時間 一直維持在H0的位置 一直維持在H0的位置 請問他速度是多少 零啊 零啊 它一直沒有動 對不對 一直沒有動 所以水明顯是存在的 它是沒有動的 所以 這簡單來講就是大的概念 所以我們回來了 回來D7 你看講那麼久 現在講到D8 你做了D8 除了D8 好 我現在再來看 正從那個結果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樣子 對不對 假設一個人 他從一個時間 D0到D1 他從S0移動到S1 正可以看到速度是這條線 速度是這條線 速度是不是斜率 你講 斜率是他斜血的程度 斜率越低到這邊的時候斜率多少 斜率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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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率是多少 從這個數學來看 到垂直的時候 不知道垂直的時候是多少 DLs 相當於是多少 DLs 很大還是很小 很大 很大嗎 垂直 垂直 講一下 不知道這個解決 垂直呢 我們剛剛講垂直 總覺得DLs 多少 是很大還是很小 很大 DLs 龍圈的DLs 還一樣嗎 一樣 DLs 一樣 很小 很小 DLs 是一樣 DLt 是很小 我都很像DLs 可以這樣 就是去看比較大 有位置一樣嗎 他們同樣從 S0 S1 對不對 他們的DLs 是一樣大 但是DLt DLs DLs 是不一樣大 DLs 龍圈的DLs 非常大 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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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 我S1給S0 S0在那邊,S1在這裡 那這一點前那一點的距離不一樣? 不一樣 蛤? 喔,好敗 你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它不可以掉上? 為什麼它不可以掉上? 因為它馬上比我掉好,我會掉出來了 嗯 我已經在我身高了,不然它時間會掉 好,比10啊 所以你看,丟到T 再也很小 啊,丟到T 這個丟到T越來越小的時候,最小是越來越走 對不對? 好,當它快到隨時的時候,這丟到T 是多少? 丟到T多少? 丟到T 猜猜看 0.1 0.1,可不可以再跟你講? 0.1 1剩10跟4 可不可以再跟你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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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再跟你講 反正這可好,大魚就好啦 蛤? 大魚就好啦 OK,大魚呢 最小 對不對 大魚最小就很小 很小就能 非常很小 因為光速不能極限 光速就很大 PK很小 對吧,PK很小 那速度呢? 那PK很大 速度就很大 只要超大 對,超比大只要小一個光速可以 所以很大 只要小一個也要小 對,所以斜率 最大的斜率多少? 一支裝置 最大的斜率率多少? 這個無限 無限趨勁,無限大 無限大,趨勁光速 對不對? 好,很大很大 所以是不是90 這個斜率 對它們就90 不可能是90 斜率可不可以90 可以啊 斜率可不可以是90 可以啊 斜率可不可以是90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嗎 對不對 斜率是什麼? 斜率是斜的程度嗎 對啊 可是 對 是一個 2 1 1 沒有 你記錯 這是斜率錯 這樣的斜率多大 沒有 可以嗎 這樣斜率多少? 90 無限吧 我們剛剛講這斜率是無限嗎? 幫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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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很煩是嗎? 不是,我是說這看法很煩 因為 因為 好了 其實為什麼很煩 第一個 因為講太久了 為什麼講那麼久呢? 因為有些人在講 他在聽 有些人在講呢 他在血涕的作業 對 有些人在想的時候 他在冥思 冥想 冥想 所以這件事情會一直知道在這邊 因為 等到 感覺都快結束的時候 又有人 就會習慣 不會 然後就 要在同樣一遍 所以拜託 作業可以回家寫 你都要掏筆記 可以超壓重點 但除此之外 最好是看著我 上次都要看著我 我一直看著你啊 可是我不知道 妹妹一直看著我 你的眼睛是要安撫 好 有在路 不要講這種 不要洩漏幾米 好 斜率 我講的 你把距離 位置的變化量 距離 除上時間 就是速度 我們可以說速度是這一段族的斜率 斜的程度 水平的時候 速度是0 到快 隨時的速度是最快 最快可以到哪裡 最快可以到無限大 我聽懂 對不對 那這中間有沒有一個減可以到90 沒有嗎 可是 不是這麼 最快只能到一個 無限距離光速的速度 現在這樣 就是無限距離光速的速度 那它中間 從0到無限距離光速 那它中間 從0到無限距離光速 有啊 那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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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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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X基圖 轉回到B基圖 轉到B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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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是D0 這是D1 對 跟這個練習一樣 D0到D1 D1的意思 對 假設 我們剛剛也算出來了 3分之10 對不對 這邊是3秒 從3到13秒的意思 欸 都錯了 幾秒 它是0到3吧 0到3嗎 不是吧 假設2到5好了 2到5秒 經過了3秒鐘 它走了10公尺 所以它的速度是3分之10 對不對 3分之10 大概是3.3 對不對 1 2 3 4 好 好 請問一下 這個S基圖 我們如果要畫成它的速度比的話 B基圖的速度比的話 在這邊應該怎麼畫 應該 這樣子畫 還是 只有畫這個點 還是只有畫這個點 還是只有畫這個點 應該怎麼畫 不要畫一個大方的 哪個大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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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的 B基圖的速度 應該要畫出 那一秒 好 多少 對 對 這個就是一條線 還是兩條線 然後兩條線 對 所以是 這樣子 這樣子 斷 同樣道理 你知道嗎 那請看這個時間的速度是多大 噢 實現了 這個 這時間的速度是多大 我不知道 因為這條線是垂直的 無限 對不對 也就是各種可能性 這個 剛剛學臉從那邊到這邊的時間 總統 兩秒鐘 請他從那邊走到這邊 停 好 請問兩秒鐘速度多少 結果結果是 從這圖上看起來是無限可能 他可能是 每秒0.1公尺 可能是每秒0.2公尺 可能是每秒0.2公尺 可能每秒1.3公尺 可能每秒2公尺 可能每秒3.3公尺 可能每秒3.3公尺 無限多種可能 這種事會發生嗎 不會發生嗎 所以速度可以到這條線從直線 絕對不是直線 絕對不是直線 這條線從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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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給它放虛線的回合 表示說 對應一下 你對應到這個點 對吧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速度從算出來的結果 是一個平均速度 也就是說 它從T1這個點 開始走到這個點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的速度維持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它速度都是這麼快 所以從那個點開始走 到這邊結束的時候 它的速度都是這麼快 可不可以 從數學上可以的 現實生活上不會 為什麼 你看 我們會靜止 我開始走 至少我第一步是要加速 第一步是要加速 第一步是要加速 所以你跟它趴成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對不對 它是要先加速 越來越快 速度從0 越來越快 對不對 從速度從0 到越來越快 這條線就可以存在 我剛看到這條線是虛線 對不對 那這條線可以實現 這是有可能存在的 這才是真實的狀況 它是有雙不正式狀況 所以我們給一個假牆的狀況 所以預設這條線 預設這條線 我目前從數學上算出來的結果 這叫做平均速度 就是 在70到70萬之間的平均速度 決定當初走在一段距離的平均速度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可以看一下 V V 竟然等於什麼 還回來 V等錯 V等錯 差掉 C等於速度 V是速度 對啦 對啊 如果講說等於的時候 就是要做數學方式 S加3 S出於T S加3 OK 所以是DELTA T DELTA S 對不對 對啊 這就是DELTA T 是吧 所以要轉換一下 這樣啦 S是不是等於V 成章 DELTA T 從數學的幾何來看 我怎麼要移向 我是不是移向 簡單來講 2等於6除以3 對不對 對 6會不會等於2乘以3 我是把3移過去而已 說 這數學喔 這數學喔 可以吧 對吧 所以你看 S等於V DELTA T 這什麼意思 就回到B地圖來看喔 這樣回到B地圖 這是B地圖 B在這裡嘛 速度嘛 反反正在這裡 DELTA T 對不對 上次上過了 可是我們從剛開始在講的時候 當然可能有些東西 就可以看得出來 沒有人理解啊 對 所以再講一遍嘛 是吧 我知道上次講過了 但是剛開始 部級一遍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太通 不通 不折通 不折通 我們要通一下 B T B B地圖 2 可以看出來 B DELTA T 就會是什麼 假設以幾何圖形來看的話 B是這個高度 B是這個高度 這是圖形的高度 是不是 是吧 幾何圖形 B是這個 你看 對過來啊 重點點 對過來啊 B是這個高度 DELTA T是這個底部 底層高是什麼 什麼 底層高是什麼 方形的面積 是方形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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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面積 是不是它所移動的距離 GELTA S GELTA S 在這裡 是它所移動的距離 OK 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因為等下講加速度的時候 它會再重複出現 OK 這是從S到B的概念 有問題 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問題 非常好 好 所以呢 第八 你應該要重複 中間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需要休息嗎 需要消化一下嗎 需要 需要消息嗎 你們都懂了 還消化什麼 我餓了 下一個帶15分還是好 沒有辦法 餓的表面沒有東西 可能需要消息 20分鐘 讓我來消 OK 限時這麼多 好 學回來 TUN BACK TUN BACK 學給你從這個點 往這邊走 你剛剛講 它不可能 重複一直維持動的速度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它一定要 從這邊 開始要加速 快到目的距離 它要減速嘛 不然它撞上去 對 這個 麻煩其實 全速 全速跑到那個 窗旁邊 不要減速 現在 我看看啊 我剛剛沒有減速的動作怎麼樣 哦 實驗 這要有實驗精神 我會掉下去 全速啊 全速啊 他跌倒了 全速啊 他有沒有減速 他有沒有減速啊 沒有減速 沒有減速不會這樣撞 我跟你講 這段太慢哦 這段太慢哦 這段太慢 撞一個撞 不行你拿一罐 你拿一罐 來幫你拿一罐 好 這有輪子的哦 請坐在上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請坐上去 哈哈哈哈 腳離地 他這樣一罐 攀腿一下 好恐怖啊 好 進進推哦 有速度 好 不要 小心 你不要太怕 一定會太怕 就要再慢都會太怕 你懂我意思嗎 你不可能不解釋的啦 不可能去處理他 你會去解釋他 照中環不解釋 來 慢一點哦 慢一點哦 不要慢一點哦 你眼睛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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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da 然後再說 subscriptions 再一次 準備 這速度夠慢 你是不是夠快 你應該 受傷 你以前是吃過一次 Spielberg 我應該是 nope 에라 我舒服那麼慢 會有什麼狀況 然後騎著腳踏車 我就撞天競爛 我騎得很慢 我騎得很慢 天競爛我騎得很慢 我想說撞到天競爛怎麼樣 我就騎 這太壓倒了 沒有 真的很痛 你一躺就整個人就掉下來 就往前衝嘛 整個人就往前衝 那會有斷掉嗎 沒有斷掉 就是撞到 讓我們撞到手 然後撞到我們就... 喔呀 就是那個速度差就算是一片面 你還是會很痛嘛 那個膠度很大 好啦 回來 我看這一點 都有加速度 你看喔 速度的改變 你看 我們假設學人在走這個距離的時候 它是個等速的現象 可是等速的現象存在嗎 同學 邪連先生 請你打點給他放好 就趁著有個做錯 等速的現象不可能存在 所以它有加速跟減速 不過如果要走這個距離的話 那個加速跟減速 所以那一開始你可能要加速 到這邊 因為快到目的力量要減速 對不對 假設我們說從這個點到那個點 跑過去的話 看到這邊開始要開始啟動 它在加速 快到那個點下減速 它才能維持這個面積 等於這個面積 對不對 其實不太科學 不太科學 我現在講的面積什麼意義呢 2度 什麼 2度 你去年數就有什麼關係 面積跟距離有關 對不對 是不是白色的這條是真實的現象 它要加速 等速再減速 它所走的距離是不是有點像維持 這段距離 對吧 所以這白色的距離 跟我們真實 我們沒有辦法用真實的 狀況是算 用假的那個黃色 橘色的那個面積 不要相等 對吧 白色才真實現象 所以它真實的好的速度 會比我們算出來的速度 太多一點點 好 這是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這是真實的現象 好了 請問一下 你在裡面看到什麼 牛排 看到牛排 大魚 你在走 牛排 其實是全車 你在這裡看到什麼 就一條斜線 這一條斜線 在第一滴組的斜線代表什麼 合適增加距離 增加速度 在哪下距離 想想看 在T頂這個點數是多少 一個 T頂對不對 在幾乎的時間之後 幾乎的時間之後 彈到這一滴要叫什麼 然後B的手 B的手 可以 B A 那我BA這個點 這樣 它速度多少 什么样子 速度多少 这样子 叫BA 速度多少 我们叫BA 我们讲这个速度 它已经有速度,一定有速度 是不是一定有速度 这速度叫BA 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速度从T0 速度没有,速度是0的时候 按加速加速到TA的时候 它速度就要最大 BA 这样子,方不能为止理解吗 也许 理解 接下来呢,它会是整速度运动 快到墙壁的时候呢 它可以做什么? 负加速度运动 或者叫减速运动 负加速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斜的,你看刚刚讲斜率 斜率我以原点来看的话 这个方向的学义是什么 这样子 变 变 变快 变大 对不对 正的还是不得 正的 那应该怎么变快吧 蛤 这样子 我说SP模 SP模 哦 这样的速度多少 0 这样速度呢 猜一猜一猜 S S 多少 S 这什么意思 就是特别一个 特别一个 二分之一光速 我是四分之一的时候 不是四分之一 我是四十五度的时候 四十五度的时候 四十五度的时候 所以学义多少 诶 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光速 错 二分之一最接近光速 你跳接近光速的 所谓四十五度 什么意思 就是Michael James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在数学上说 这边你刻画 就不是一个刻画 如果那是一秒的话 就是一公尺的话 所以它是数据不足 所以它是数据不足 哦 一啊 我听说你在说什么 五 方格子 看你有没有画出方格子 好 对不起我错 好 假设这条线是X 这条线是X 这条线是Y 诶同学 这是数据 好了 我在上面画个四十五度角 就是要画这样子 沿着这个 沿着这个 河线的景点来画 对 对不对 这边要走一 这边要走一 是吧 对 这边二的时候 这边是四十五度角 对 对吧 那假设这边 这边画成时间 这边画成S的时候 这边经过一秒钟 它经过一公尺 你看这数据是多少 对 1 1 好 是不是没有要走一公尺 对 所以 简单来讲 这数据是1 单位如果我们找一公尺 我如果马上是很公尺呢 对 就没有要走一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 对不对 反正你以为 四十五度角的斜率 跟你的刻度有关 但是它是1的意思 可是斜率 上升别的不算 斜率是第一个公尺 一公尺之后可以 这个 转到一个数值 叫斜率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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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斜率是第一 四十五度角 斜率是第一 这个 我不知道 我刚才不是在讲 没有斜率 是一个公式算出来的 没有 什么公式 我不知道一个 什么公式 没有啊 我现在告诉你 这就是斜率啊 嗯 我现在拍一条线啊 那不是斜率 就是啊 我不会算啊 不会算 斜率 不是这个 吹这个吗 不是 这边是速度 速度和斜率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 斜率是说 嗯 他这条线的那个 傾斜的那个东西 叫斜率 傾斜的程度啊 对啊 在这边哪里不疑啊 先告诉我 他只是说 比较大 比较小而已啊 你这样子能看得出比比较大 比比较小而已啊 我刚才讲了齁 这边的单位有多数有关系 跟单位有多数有关系 但是 他简单来讲 斜率就是 delta y delta 对不起 delta 对不起 s分之delta y 数学的斜率是这样子 那我刚才讲 是把y换成s 把s换成t 是不是就是delta t分之delta s 是不是速度 好 好 速度就是你的斜率 只是 斜率是没有单位 斜率是没有单位 它就是 刻度的 刻度都比较 刻度都比较 当我们的刻度 顾理它单位的时候 这单位就有1了 ok 这鞋子变成1 如果好 先下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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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